哈喽大家好,我是星云,我又来了 我现在已经离开了乌兰茅都 现在也要往家里面走了,因为马上过年了 我也打算回家过年 我现在行驶在一个国道上 这个国道有一块路 这个路面就跟镜面一样 二十多公里,将近开了一个多小时 现在往那边走,还是有一点点打滑 在东北开了这么多年的车 第一次遇见这么滑的路面 在上面开就像飘移一样 直甩定 这个路面特别特别的滑 就跟镜子一样 人走在上面都直打滑 看这路面特别滑 就是冰 我这个雪地胎在上面走 根本就不管用 这个道中间呢,出现一个雪堆 这么高 我刚才差点冲上去 我这都走一个多小时了 才开了三十多公里 这路面太滑了 翻盘都感觉拔不住 整了半天就是一个大雪块子呀 吓死了 快给它搬走吧 省着憋着车过来再给吓着 这个雪块呢 也特别硬啊 只要是撞一下保险杠也容易掉下来 看 提醒大家呀 来东北自驾游 一定要换好雪地胎 带好防滑链 我呢 是换好雪地胎了 但是没有防滑链 反正啊 挺刺激的 那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